我们这个访问呢 纯粹的 就是粉丝项 就是我们全公司的人 都很期待你来 然后结果呢 我们公司的那个 欢迎来到唐阳记酒屋 结果我们公司会计说 黄千尔要来 他家境要来 我要去画眼线 我们说他要来我家 所以你不用画眼线 你要画给谁看 家境已经变成妇女偶像了 我们来欢迎黄建伟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黄建伟 人选知人照浪者 最近播到这样子 大家都会被洗版 这没有水军 这冲冲实实就是鸡精 好不好 就是鸡精 就是大家很自发的 看了以后就是喜欢 就是第一次觉得 搞政治的人 原来可以这么可爱 就是这个角色 陈嘉静这个角色 就是也太可爱了吧 我只能这么说 为什么 怎么这么好 因为我有甜调的对象 然后他就是这么可爱 你知道在里面有一part 你知道我们韩剧看多了 就是那种学生 然后来拍你们 拍你们工作的状况 要拍纪录片 然后我就看到陈嘉静 把什么都说出来了 我跟你讲 这种时候我们就要这样做 要那样做 我心里想 这会不会有一天变成 湘民弄你的黑料 或者两个大学生 会不会是对手阵营派来的 不是 我就跟他说 那个你先不要拍 那个叔叔跟你说 然后他说好 然后关掉 可是我在想 他一定没关 就是我们韩剧看多了 就是这种感觉 你知道吗 好像有阴谋的感觉 其实就是这样 然后陈嘉静就 以为人家关了 然后就开始讲话 我真的那一part好担心 戏看多了 就会很紧张 但是陈嘉静在里面 就超放松 就是一 陈嘉静这个角色很放松 二 你演陈嘉静 你也很放松 对 你有很刻意吗 我觉得时间到了 就是时间到了 就是在 我那时候拍这个戏的时候 就很 蛮知道说 这可能是我现在 我自己能够做到最好 就是这样 就很清楚 然后 因为角色 很清楚 然后跟导演 还有整个 整个剧组的合作 非常融洽 所以 其实陈嘉静这个角色 是所有人 一起创作出来的 是 我们把那个空间打开 就是 我不再说 这是我的角色 不是 这个是 陈嘉静是所有人的陈嘉静 所以那时候 比如说 我们在那个办公室 不是有摆很多恐龙 各种 然后我们每一个时期 我就在用一些 很无聊的心思 就是说 好 那现在已经到了大选 第几个月了 剩几个月 然后东西会多乱 然后那恐龙会变成什么样子 是是是 所以 然后那个比如说 还有那个什么 我们有很多那种能量饮料 会堆在哪里干嘛的 那我自己在那边摆的时候 就有那个美术组的 还是导演组的同仁 过来跟他说 没有 嘉静不会这样 他就可以帮我弄 然后弄完以后说 对 好 你是对的 对的就是大家都在投入 在想说 嘉静是什么样子的人 而且那整个文宣部里面 我就觉得你们真的是同事 可是我们真的是同事 就是 我们其实的确 对啊 里面很多演员 对 我们演员也是同事 我们都是 所以我们是用那种 就不像是演戏的心情 比较像是 一起工作的心情 就是跟演戏好像有点无关的感觉 是是是 就是你们里面讨论那个 赵昌泽 不是 哇他爆出那个 他有丑闻嘛 然后你们要利用 所以可是又不能伤到雅境 对啊怎么样 可以伤到雅境 然后就在丢 丢创意 然后想说我要这样切 那样切 好就这样切 我觉得那一part 超级行云流水 他一点都不像演员在念台词 他就像我们活生生的看到一群人 正在脑力激荡 对思考脑力激荡 然后很自然的 你这一句 我那一句 我这样想 你那样想 非常符合逻辑 而且速度很快 我们那时候拍到 你那一段有没有NG 我忘记了 但是我记得拍的蛮快的 很快 因为我们拍到中间 就是还没到中间 将近中间的时候 那个就已经不大像在演戏了 我们在开会的时候就是 因为每个人都把台词记得嘛 对不对 然后加水吗 没关系 因为为了陈嘉静 我们准备了泡面 然后看到他就想到泡面 所以泡面真的可以来找他代言 已经开始有这种 而且还有这个 对啊 你喜欢烂一点的泡面还是 我水要多一丢丢 我喜欢喝那个汤 OK 然后你不喜欢那个 你不喜欢面太烂还是 没有我喜欢稍微可以可以 我去去去 我喜欢刚刚好 刚刚好 OK 可是你说水要多一点 那我刚好 对 可是水多一点 那不要泡太久 OK 这是方方正正欧文方 方方正正欧文方的卫生纸 对 好棒哦 他一定要出来选 你知道 就是你知道这些道具 我觉得美术师超用心 你知道我的 我有一个任命状 就是公正党的 公民占领党的任命状 就是林月珍 雇就是陈嘉敬 为第几届的文权部主任 然后就是主席林月珍这样 然后那个 他大概有这么大一张 就现在放在我家里 就是我把它收藏 真的 本来放在办公室里面 然后我就 这个我要终身保存 我觉得已经可以再生产了 因为现在一定有很多人 想投在赖佩霞 林月珍 我都想当他女朋友 我们就回到 我希望时间可以倒流 为什么 这样我就可以早一点 遇到他 你要遇到谁 你太太 just kidding 不过陈嘉敬有很多很多 令人动容的瞬间 首先我看到嘉敬的这个角色 我就很安心 他绝对不会是 me too的犯罪者 就他看起来就是一个大哥哥 然后又是一个聪明人 然后又很有理想跟抱负 他跟大学生谈的时候 跟对人的那种感觉 然后以及最后在肇事晚会上 你就说这是你 你很喜欢当这个导演 哇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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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演出的那个感觉 我觉得所有 我在我写那个感想的时候 你看我很少写这种感想 我忍不住写了十点感想 后来第二天又发了 又发了一篇 就是我写十点感想 我就讲 所有对工作有热情的人 你都可以在这处戏里找到自己 那我觉得最大的投射 当然除了你那些小伙伴们 潘康大他们演的那些角色以外 大家党工们 也最重要的一个投射就是你 就是从你眼中看到了一个热爱自己工作的人 眼睛的光 而且你跟你太太告白 就是忏悔 对说你觉得你的工作很伟大 你的工作是可以改变这个社会 然后就忍不住觉得伟大了起来 然后就会觉得太太你 就该帮我啊 当然很多夫妻间 这个对话也很真实 家境的确在做的一件很重要的事 可是你如果已经成家了 你也不可以丢着自己的家不管 所以这个辩证就是 这些小小的事情 那是我真正的心得 就是他讲的话 其实是我这十年来真正的心得 不是 所以这不是剧本写的 是你家的 我没有稍微修一下 我没有稍微修一下 是根据原本的剧本稍微修一下 那你把这个真相更说出来 心里话更说出来 我觉得这个是 就是很重要的事情 因为我以前其实在演戏的时候 我也觉得我在演戏可以改变这个世界 就是我如果演得好的话 我让别人看到一些角色的真实样貌 一些人的真实样貌的话 搞不好可以改变一些事情 好的演员做得到 然后我就觉得我自己的工作非常重要 然后就忽略掉其他的事情 对了对了 等一下再来问后来太太怎么了 因为戏里的太太就是她的太太 这么美 是美女以野兽的组合 我们俩是异种联姻了 我们俩是异种联姻 我们都叫我们俩是不同的species 她超级超级白 然后 你超级超级黑 然后很黑 然后又胡子又拍 可是演陈嘉静这个角色吴伟和 我觉得台湾人期待这样的一出戏 已经很久了 我想是的 刚开始以为要拍政治 然后就很担心 因为政治就会有一种 你喜欢的我就不喜欢 我们不同党派不同理念 但是我们在这个戏里面因为架空了 所以你就可以投射你爱哪一边就哪一边 那很明显就是那个在野党是 目前是看起来很有理念的一群人 这样子 对 好 那我们当然就会投射到这边来 这样 好 那 但是重点 其实你看完你就会知道 这个戏其实是focus在 这些人怎么做这件事 而不是政治 为什么我吃旁边的阿尔派 都 都喜欢你刚刚说什么忘记 没有 没有关系 我们赶快 你先鉴定一下你的肉 你的那个面好了吗 我要再泡一下下 我喜欢 对 我的确喜欢稍微烂一点点 你们做了很多甜料 他们真的常吃泡面 对 是的 而且 那时候吃泡面好爽 就是在拍的时候 吃泡面其实超爽 因为平常你不会吃 因为我们 我不吃泡面已经很久很久了 对 然后所以就是平常你不会吃 然后在工作的时候你就可以 尽情地吃 一直吃 一直吃 你平常不吃是为什么 一方面是健康 一方面是就是 也习惯了不吃泡面 因为就尽量吃 我觉得人年纪大了以后 有一点年纪以后 身体会很自然的排斥 对啊 比如说太高盐高油 自己会觉得有负担 可是年轻的时候真的好爱 爱死了 对啊 对啊 然后可是在戏里面 因为他们要熬夜工作 或者是类似很压力很大 就方便啊 舒压啊 就真的会真的会这样子 跳出那个戏啊 大家还想问一个问题 就是很想问 你太太私底下 也会这样骂你吗 这个戏 反映了你真实的婚姻生活 有几盼呢 我觉得有某些部分蛮真实 但是因为我们常常都会 就是开 就是我们会互相开玩笑 我们两个就是讲话很北蓝 然后就是会一直开玩笑 然后他也会叮我啊 像我记得有一年 我就去 我在练那个武术嘛 然后我就跑去莫斯科 然后在莫斯科上课 然后上一上我就发现 我在我去莫斯科 因为我们在台湾也有上 台湾有台湾的老师 莫斯科的老师 然后再去 我要用你的 好 然后我就 就练了很久 然后第一次去莫斯科 发现我好像完全没有学过一样 就很逊这样 然后我就 我就说我觉得我好逊 然后我太太就留言给我说 你本来就没有很好啊 所以不用担心啦 现在是天蠍座对不对 对天蠍座的 你本来就没有 这非常非常天蠍座的说话风格 对对对 就是我看到我就就一直笑 我说好啊OK啦 你说的也对 我觉得很好笑 对啊所以 就变成这样 所以他很多时候 他还蛮直接的 对他还蛮直接的 是是是 最呛 金牛跟天蝎 我们是对公 你们当时怎么凑在一起啊 你看连皮肤都完全不一样 我觉得性格应该也差很多 差蛮多的 我其实完全搞不懂 怎么会变成这样 是你追他的耶 不是吗 当然 但是那个 那个information是互相的 就是我感觉到他看到我 然后我也感觉到我看到他 然后就慢慢慢慢就谈恋爱嘛 就开始多一点点交流 多一点点交流 多一点点交流 然后就到 就跨过了那条线 还好还好 我觉得你有上升是巨蟹 上升是巨蟹就会让你变得比较柔和 对 而且非常好笑 这十年刚好我从三十岁到四十岁嘛 然后以前我是外向的 一直往外跑完 然后他是很内向的 他是会害羞 不大愿意跟别人交流 他上升是水平 然后这十年我们完全反过来 变成是我都在家里 我就在家里 然后我尽量不要跟别人 有太多交流 然后他是在外面工作 然后他很快乐 他很知道怎么样跟别人聊天 然后玩这样子 就是你们的上升星座发作了 你上升巨蟹来了 他上升水平也来了 对 所以就变得很舒服 就变得很舒服 而且你也能够理解他 他也能够理解你 是的 并且他应该很高兴都在家里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很高兴 他应该不会 他也没有觉得特别高兴 但是我就把家里弄得还算OK 就会打扫家里 你戏里面是不会打扫的 因为你忙啊 太忙了 第二后来我看到那个家 变成那个什么鬼样子 我就知道太太不在家的第15天 对 或第三个月 对对对 差不多 差不多是两个礼拜 那个时候差不多两三个月 一个月吧好像 然后对啊 那个场景我们还有特地去 就是把它弄乱 然后设定什么 东西摆哪里 故意的 但因为我自己在家里的话 我都没事干 所以我就是接送小孩跟整你家里 你这样讲的 好像你演艺生涯怎样了 没有没有怎么样 不是不是 应该是说 你忙起来就会非常忙 是是是 对吧 就像是比如说现在要选总统了 那你就这十个月就是完蛋了 那我们也是这样子啊 那我现在 比如我现在手上没有案子 那我就是 好好放松一下 真的是没有案子 就真的没事情 哇 做演员的这一点 会让你很不安吗 以前会现在超爽的 对不对 我常常觉得啊 我们每个人都要享受 自己人生当中的那个假期 你如果像这种接case啊 没case的时候 你就忙着烦恼的话 那你有case的时候 你就会很怀念 那个时候为什么不好好利用 没case的时候来玩 对 所以啊 当你对自己有一个自信 或知道自己价值在哪里以后 我觉得你就可以 像黄建伟一样 享受他的生活了 很快乐 而且你刚刚提到 武术 我们一定要让各位观众朋友 知道一下 在你身上有很多特别的点 而且你的武术还要去俄罗斯 是什么武术啊 他就是一种俄罗斯武术 所以你学了人家的俄罗斯武术以后 你到俄罗斯以后 当然会觉得 好像到了那个发源地 他们是更厉害的 那是一定的啊 对他们就是来源嘛 然后但是我那是18年 但这几年下来的训练就是越来越深跟越来越广 然后它占据我的生命越来越多 现在基本上是全部 所以我因为这样子 所以我也可以很清楚地分开我的工作跟我自己的生活 我的生活就是训练 然后工作就是去演戏 这样子 那你的生活 你训练到这种好像已经变全部 是为了要去比赛吗 不是 它没有任何比赛 它比较像是一种 这整个武术比较 比较不是那种 有招数的 然后不是那种嘿嘿哈哈哈哈那种 所以它是什么武术啊 俄罗斯武术 对的 它比较像是 怎么说呢 它比较像是一种 跟 身为一个人类 跟这个世界上所有的 生物 相处的方法 听起来很像修行 它是一种practice 它的确是一种修行 它是一种practice 但是我们不会用修行这个字 因为你如果给它一个字眼 它就很容易被 就是哦 大家都在那边这样 可是我们不是 那它的形式呢 你为什么形容它是武术 因为它 它可以表现在各种事情上面 你做饭的时候也可以用 对对对 然后你去游泳的时候也可以用 就是它是一种 它是一种呼吸法吗 它是一种概念跟原则 它是呼吸法 但是呼吸不是最重要的东西 所以它表现在武术上面的原因 是因为它用武术来练的话 会对练习这个人比较健康 比较心理上比较健康 对如果你不透过武术的话 你很容易会飘走 那为什么会 你会想学这个啊 我们生活当中接触得到吗 我第一次听到俄罗斯武术 我们接触得到 它原本的 它是有一个organization 在莫斯科 多伦多跟 全世界都有 台湾也有 它叫做system 接触这个东西的原因 我觉得很大一部分是 我身为一个人 以及身为一个演员 对于人类 这件事情有很大很大的迷惑 因为我们在演戏的时候 常常都是演悲剧 因为其实所有角色都是悲剧 它一定有一些痛苦的过去 甚至是 它可能是坏人 然后它可能有 变成坏人的原因跟理由 然后我们又看了那么多戏剧 我们看到那么多文学 所以每一些 各种角色都有那种复杂 很复杂的成为 他们后来变成的样子的理由 那我就在想 然后有些是光明的 有些是很黑暗的 那我自己也感受到 我在表演的过程当中 我自己也感受到 我自己里面有 非常光明的那一面 但是也有非常黑暗的那一面 然后我不知道该怎么做 难怪你会娶一个 天蝎兽的太太 她是我的毛 所以我一直想要研究这件事情 是到底怎么样去面对 光明跟黑暗 然后怎么样去跟他们相处 处理它 运用它们 不知道为什么 你知道我在听建伟讲 这个东西的时候 我就一直看它的星盘 然后我就发现你是一个 三颗星在十一宫 三颗星在三宫 然后我一直在看十二宫 有没有星呢 修行水宫有没有星呢 哇水宫有一个 就是冥王星在四宫 然后海王星在你的工作宫位 anyway 我们的频道同学听得懂 你听不懂没关系 我知道你已经露出了莫名其妙的脸 我要跟大家讲的是 其实建伟是一个在工作中思考很多的人 他哲学家的一面都是因为工作所引起的 然后你的工作是演员 千人千面 对于一个生活 他是金牛座上身又巨蟹 你就知道某种程度可以很宅的一个人 超级 对 超级宅 然后也可以把自己封锁在一个 非常小的一个 你真的很认真在吃耶 陈佳金 你吃的时候我就不觉得你是黄建伟 你是陈佳金 不是 不是说拿出来给我吃的 好 所以一个演员最大的危机很可能就是掉到角色里出不来 不是耶 不是吗 一个演员最大的危机我觉得是 就是觉得自己演得很好 你生活当中有没有遇到这样的人 有啊 黄建伟啊 觉得自己演得很好 我也演得这样啊 就是那种 Come on 那我也 我自己觉得 你觉得自己很厉害 有有有 三宫很强的人应该都是蛮有自信的 这个东西是很大很大的阻碍 但是在 就是 遇到陈佳金的时候就已经没有这个问题了 没有这个问题 没有这个问题了 时至今日 这个问题已经不在了 好多年 你太太是最靠近你的人 她有没有指出你的问题 应该有吧 作为天仙座 她怎么可能不警告你一下 她觉得我很骄傲 No 她觉得我都 就是这样看人 对对对 你这样子看人的时候 你会展现出不耐烦吗 不是 我会变得特别有礼貌 很贱 很贱的 就是 it's really bad 所以如果被你特别有礼貌的人 就要小心了 就是我心里面 一点都看不清你的 Oh my god 那如果你看得起她呢 对她没有礼貌吗 不是 我就会很正常 OK 正常 就会很正常 对 应该是以前了 现在没有 现在都不会了 现在我 学了这个俄罗斯武术以后 还是有 但是我会试着 我会觉察到这件事情 就是 靠 我又开始那个了 所以我就会 把那东西弄掉 为什么 你会觉得她阻碍了你 还是对修行不利 对武术不利 对当一个人很不利 对嘛 对当一个人很不利 因为那个是 骄傲是很恐怖的 你知道我们同事啊 说在 在跟你 re稿的时候 觉得你讲话超哲学家的 简单讲就是听不懂 老实说我刚刚问到现在 那个俄罗斯武术是什么 我也不懂 OK 他一点都不是武术啊 被你讲的 对 他只是可以表现在武术上面 不是他有没有一个 什么日本的和气道或箭道 没有 一根箭有什么 没有 完全没有 好 好有趣哦 那怎么会有输的输赢这种东西 没有 也没有 没有 你要赢的时候你就是会赢 而且听说你小时候很瘦弱 这是你想要接触武术的原因 瘦弱是一部分嘛 然后另外就是小时候 因为那个时代 比较教育或是沟通方面都没有 没有一个基础是 就是没有一个理性沟通的基础 所有人都是用情绪 没错 没错 所以会 就是其实蛮痛苦的 很可怕 然后那东西都是暴力嘛 全部都是暴力啊 就是 所有人对所有人的那种 没错 那我今天 我昨天才看到 有一个 我在等那个餐厅 然后 我带我女儿去吃寿司啦 好好吃 然后 就在等嘛 因为很多人 然后我就看到一个小男生 两个小男生 哥哥跟弟弟 然后弟弟就开始一直打哥哥 然后 哥哥就 就躲开 然后躲开 然后弟弟就跑去告状 告状以后 然后 爸爸就说不行 然后哥哥就从后面偷打 那个弟弟的屁 然后就跑走 然后弟弟就非常愤怒 所以 这东西 就是这个东西 你知道 这东西都是暴力 然后父母亲并没有帮忙 父母亲并没有帮忙 就说 你不要这样啦 你不要这样 父母亲有看到 父母亲 我不知道有没有看到 但是我觉得是 应该是有看到 就是他们就是觉得说 小孩子打来打去很正常 可是其实 那东西都是来自于暴力 然后那个暴力来源 是什么你知道吗 就是我跟你不一样 我是哥哥 你是弟弟 我是台湾人 你是日本人 或是你是哪里人 或者是 我是日友曼人 你是犹太人 你懂什么 那东西 就是来自于分别 然后那个分别 或我是上司 你是下属 对 或是我是男生 你是女生 然后这东西是非常非常邪恶的 所以我练的武术就是在消除这个东西 所以你在生活当中你也慢慢变成一个 必须要 因为我们不能违背我们自己的训练 OK 对 这个武术应该推广给全世界 不是所有人都适合 什么样的人才适合 很想要的人 否则会坚持不下去 要不然会完全没有道理 如果没有那么想要的话 对那个人来说会完全没有道理 就是根本不知道为什么要练这个东西 那你怎么练 平常怎么练 平常怎么练 摸摸术 好有趣哦 这是什么武术啦 走在风里 跟自然河唯一 吸吸脸啊 水啊 风啊 太阳 没有蹲马步 没有 没有这种东西 没有彩妆 没有 没有那种东西 跳上跳下 No 会见一万次 如果要那么辛苦的话 我就不练了 OK 好有趣哦 我又不是要去比奥运 听起来真的蛮像 应该说你有什么样的用处 你就会用什么样的练法 如果我是一个要去上战场的士兵 我对这个知识 就会有完全不一样的接近的方法 我可能就会去 会见一万次之类的 但是因为我是个演员 所以我用这个知识 会有我用这个知识的方法 最懂的 了解 了解 那小时候身体不太好 我觉得这是上身巨蟹的宿命 是吗 没有第一个敏感 对 所谓的敏感 然后第二个 你跟家的连结一定是很强的 很深的 所以家给你什么样的养分 你是用一种充分吸收的方式 目前看来你家的养分你吸收不良 在那时候是 人生家庭 对 但是后来 我把它 因为我的训练跟我的 我把这个感受跟这个与会带回去家里面 所以家里面现在蛮好的 没错 你是可以重生你的家的 对 其实大家现在都蛮好的 是 好哦 那个是家族 回到你自己建立的小家 是 大家就看到你跟你太太的互动 就是会真的很好奇 就是 那个应该 我刚刚回过头来 那不是你真正的家庭生活 就是你太太也是我的学妹 也是演员 你也是演员 所以你们在演着一个不是你们的角色会不会觉得违和 不会 都不会 也不会把这东西带回去 因为我们是 我们各自都是非常专业的演员 然后 所以不会有那种 分不开的感觉 或是什么 因为我们 我们其实 我跟太太的生活 我们建立起来生活是很扎实的 所以 回到家的时候 我们就有在家里的样子 所以不会跟外面的世界混在一起 那你们会讨论今天演戏 你演的那一段怎样怎样 那我有什么要改的 会讨论工作吗 我们会讨论 比如你说那个时候还是什么 就是拍戏的时候 你说拍那个戏的时候 对 因为你们戏里是夫妻 回到家也是夫妻 会讨论吗 可以分到这么开 我们在当下讨论 比如说我们拍一拍 我就说我们可可以怎么样 就是其实是很理性的 很逻辑的在工作 然后 讨论在里面 然后其实 如果真的做得很好的话 回家是不需要讨论的 因为做完了嘛 是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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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错 没错 所以就那时候 好像我就没什么讨论 好 那我们同事还有一题要问 你拍这个戏的期间 你吃了几碗泡面 没有啊 没有 KTV那场戏是 是牛肉面 对 那牛肉面就吃很多 因为那个戏拍的比较长 那个戏很难拍 我吃了 开电影很难拍 是因为收音还是 没有 那个戏很难演 前面还好 前面大家唱歌闹嘛 后面就只剩下我跟谢盈轩 两个人在那边 罪言罪语嘛 对不对 那个戏很难拍 因为 你要 到底罪的程度在哪里 然后 可以让两个人的资讯 不一样 但是看起来 完全好像在对话 就是用 完全不相干的资讯 在互相对话 这件事情 到了这个阶段 就是他的罪的程度到哪里 我们必须要掌握到那个合理程度 一开始是没有那个面的 然后我们就排了几次 觉得超怪 就是在那边演罪啊 很怪 然后我想到 那种我刚刚 我就是那场戏 稍早我去吐了嘛 在家境 就是陈家境角色去吐了 那我想说 吐完以后会很饿 就是醒了 要醒不醒的时候 那我说 那我要吃面可不可以 然后真的 美术组就很棒 就来了 就来了面 然后那个面是 就是 他们买了好几碗 然后就是一直在加汤加面 加汤加面 所以我大概吃了三碗半吧 三碗半的牛肉面 好可怕喔 一开始很好吃喔 后面有点不大好吃 实验伤害了这个 你后来有没有胖啊 没有耶 没有 那段期间完全没有胖 OKOK 那时候太累了 那时候太累了 而且我每天早上起来都要跑步啊 那时候因为要有肚子 然后脸又不要肿 所以就变成这样子 要有肚子就晚上喝点酒 要不肿 就是早上起来跑步 天啊 所以早上 你为了加进的肚子 你真的让自己有肚子 那就是 就是要有嘛 因为导演就说你要有肚子 然后中间 中间有一段时间拍一拍 因为就太累了 然后肚子就快消了 你知道吗 然后导演就说 欸 加进你 你肚子不是美了 然后说 好好好 我就 就回去多吃一点 可是你脸又不能肿 所以你就要提起 就是在通告时间前两个半小时吧 起来跑步 两个半到三个小时 起来跑步 然后跑一下下 跑三十分钟 然后 二十到三十分钟 然后 你还要洗澡啊 还要敷个脸啊 消水肿 对对对 可是 晚上喝啤酒 然后肚子长出来 没有不能喝啤酒 要喝威士忌 要喝威士忌 喝威士忌 会有肚子 会哦 不要喝威士忌 对啊 不是啊 有人说睡前喝威士忌 或者是红酒 蛮助眠的 然后不会胖 不会胖吗 你喝多久 你喝多少 我的量可能跟别人不一样 对对对 我就不要再 不要告诉别人我的量好了 哦 半瓶 应该蛮多的 没有 半瓶就太多了啦 三分之一 半瓶就太多 如果是隔天要工作的话 只能大概四分之一不到 OK 对对 但是也蛮多的啦 像我 还好 我是 浅拙 就是外面的 所谓的一杯的量 那就完全没问题啊 对啊 完全没问题 外面的所谓威士忌一杯 就是小小的一点点 自己家里喝一点点 没有问题 这个没问题 吓死我了 因为我也有肚子 我以为是这样喝出来的 没有 不是 因为我一直跑步的话 我就会瘦下来 然后所以就要喝酒 所以肚子才会窄 所以那个时候蛮痛苦 到最后面 就是你喝也喝不下 跑也跑不动 但还是得喝 还是得跑 你知道这几天 大家都被人选给洗板 然后 每一个人都有各自的角度 对 我有一个朋友就说 所有的异性恋夫妻 都应该来看你们的那一段 就是说嘉靖这个角色 他很想要求和 可是你看一开始还很傻 他不知道问题在哪里 对 不知道问题在哪里 只有一味的做小福低 但是没有用 太太还是坚决要走 太太就是 我觉得所有的女性们 也要学这个太太 就是该坚持的要坚持 然后反正的确在嘉靖身边 也会被干扰 然后也帮不上什么忙 还要受气 那不如就搬走去住 以及很勇于为自己发声 然后先生 但是很少有男生像嘉靖这样 就是说会去自省 第一你愿意道歉 第二你愿意自省 尤其是大学生在那边讲 我们有个烂队友 猪队友 怎样怎样 这一段居然就启发了嘉靖说 我好像就是这样的人 都不做事 然后还在那边装可怜 一直说对不起对不起 然后别人就要顺着他 怎么可以呢 我觉得这段也安排得很巧妙 那我那时候在看 我看到嘉靖的脸是 恍然大悟 或者是觉得好像找到点了 我还转头问金牌 因为我跟金牌一起看 我就说 他是想到了什么 金牌就说你等一下就看到了啊 因为我们的编剧是牡羊座 他不会让你悬念太久 你很快就会得到解套 你也会得到公平正义 简历就是牡羊座的 他超棒的 我喜欢看他的戏 他的戏 我从以前他在舞台剧 写剧本的时候 我就是他的fan 他的剧本 可是会曾经出过书的 而且他的剧 那个时候就跟那个 谢一轩合作了很多 在舞台剧界 对 然后一路到现在 我们他人选是他第一本 为了电视剧写的 写的剧本 他第一次写电视剧本 这写的超好的 非常好 非常好 我想这一次很扎实以外 很流畅 然后台词非常的口语 对 然后剧情非常的生活 就是在我们身边周遭 可是又不失 又不会撒狗血过头 因为真的有这样的人 真的有赵昌泽这种政客 而且我觉得应该很多 我们常常看到 公众人物的太太 出来道歉这种事吧 我好像听不知道谁讲 说很多这种人 然后都没有这么帅 但是为了戏 他就必须这么帅 对 那文宣部主任 怎么会当时会找你演 你有没有想过文宣部主任 你有没有问过这个问题 我没有问过 但是我猜测是 玉玲姐 他们知道 因为我的荧幕形象 一直是比较阳刚的 对 很多人对你印象深刻 是麻醉风暴那时候 对 就其实是一个帅医生 就是比较阳刚的 比较硬的一种形象 但是他们因为 之前我跟玉玲姐 他们有共事过 他们有看到 我私底下 比较疯疯癫癫的样子 他们就说 就跟想象的很不一样吧 他们可能就觉得 我有那一面是 还没有被看到 有那个可能 对 然后就叫你去演这个陈嘉静 我猜吧 所以你这个胡子 是每天都有算过 然后每天如一日 最近是因为 我明天要出国 今天要出国去训练 所以我想说 稍微修整一下 要不然平常是很乱的 就是 我要做一件 所有的那个 太太们都想做的事 我可以摸一下你的胡子吗 可以 可是很粗哦 好好玩哦 胡子的触感好特别哦 你自己长这样会痒吗 太长的时候会啊 会 但是就还是要洗哦 这个偶尔就还是用 洗髮精洗一次哦 你洗脸那个 不足以洗胡子 没有啊 不足以哦 不足以 因为它是毛发 对它是毛发 所以就是还是要 就挤一点 洗髮精 要认识吗 不用 我这边 我这边常常有置入的洗髮精 我待会可以送你 精油的很好 我洗髮精只用防掉发的 你怕掉胡子哦 没有掉发 你的毛发那么浓密 没有没有 我开始掉了 开始掉了 真的哦 真的真的 我以前是不是这样子 以前头发超级多 现在是因为太多 所以现在掉到现在 看起来很正常 是刚好的 男生不掉发 已经是很难得了 我有擦药 你秃过 雄性秃过 没有没有 秃过 没有办法秃过 又长回来 是吧 没有 如果是雄性秃 然后因为焦虑的关系 那是可以治疗的 哦 对 我不知道 但是我是因为很早 我就知道 因为我父亲秃头嘛 所以我很早就开始擦药了 哦 原来父亲是秃头 怎么了 谢谢 所以你会焦虑 像我妈是胖子 哦 对 所以我后来就很担心 自己会变胖子 果然就变成了 哦 吃到有一天 我也会头发掉 不会吧 你现在也顾得很好啊 顾得很好 可是 就是时间慢慢 你知道 到七十岁 等我完全不在乎的时候 好的 七十岁不在乎 你这么爱漂亮啊 没有 我是演员啊 哦 我是演员 我总对 如果你秃头了 也有秃头可以演的 可是不是每个人 都是不只为力嘛 对啊 所以I don't know 不会啊 我觉得你的演艺生命 可以很久很久 我希望头发也可以久一点 男生真的很介意头发 超介意 还是会吧 还是会吧 就像我现在觉得 你头发根本不是问题 可是你一直提 有很多人也觉得 体重不是问题 但我一直提 因为每个人都 会看到自己的弱点 然后拼命的批评 我倒没有批评 我就是要擦药 好啦好啦 每天擦哦 每天 就像擦保养品一样 OK 那你擦保养品吗 我现在会了 我太太有开始给我擦 以前不会 我以前什么都不擦 以前硬汉们 是不是都用南桥水晶肥皂 对 真的假的 你真的用南桥哦 对啊 以前了 我真的见过 很多男生都这样子 现在会用 就开始用 就是朋友出的沐浴乳 他给我 我就开始用沐浴乳 然后开始 习惯了吗 习惯了习惯了 还蛮习惯的 然后就进化了这样 Civilize 然后还有那个 就开始擦保养品跟敷脸 OK 对对对 如果有一天有一个戏 是叫你演那个什么 演那个什么 Queen 半装晃晃 我觉得会太伤大家的眼睛 就是真的不好看 不好看 真的不好看 就是我的五关并不是路线 对对对 就是作为演员 这个就算了 这个不挑战 我完全理解物质 物理上的那个限制 So God so God enough 好 那你刚刚有提到说 讲 我觉得我的工作比较伟大 我很抱歉 的那一段你有加料一点 怎么吵得那么熟练 怎么吵得 这个要练习啊 我练很久了 所以你跟太太是不吵的 会吵啊 不是戏里面那样的吵法 不是不是不是 各种吵法都有啊 各种吵法都有啊 因为在人选之前 我就看到好几则 你跟你太太 什么差点要离婚的新闻啊 我心里想 要开始炒作了 那不是这是真的 是真的 因为 差一点 不是因为我们有 因为我们性格上 非常非常不一样 然后 所以你们有经过 所谓的七年之痒 是这个意思吗 不是七年之痒的问题 是是那个 我们彼此都觉得 太不被理解了 然后那东西蛮伤人的 就是蛮受伤的 当然我 我也是这样对他 然后他也是这样对我 等于是说是双向的 然后那东西会造成 很大的伤害跟裂痕吗 那就是 那个时候有在想说要不要 对 但是后来 后来是怎么度过的 就是真的相爱 这个没有 不是什么 什么厉害的理由 那个所谓的 后来知道那个相爱 是因为有一段时间分开了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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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从来没有分开过 是你知道 可能就是今天吵 吵完 隔两天 你还发现就是 就是你还是好需要这个人 然后你好想跟他 你好想跟他说话 你想跟他生活 你想要跟他分享 然后而且你会产生对 因为在经过这么多的冲突 然后还有 比如说就是那种来自于 那种比较很自私的 就是说你都不了解我 的这种东西 这种摩擦的时间以后 你会对对方产生一种 非常深刻的理解 所以我现在只要 我现在动个眉毛 我太太就知道我要干嘛 但通常说你要放屁哦 你要一大便哦 你肚子饿了是不是 就是一种默契 就是他 两个人这么长时间的在一起 所有的资讯在 在即使在不说话的时候 都在交换资讯 所以 哇 这有点可怕 不讲话都在交换资讯 绝对是的 就是那个 以前人不讲说 进朱者赤 进末者黑吗 就是所以说你在家里面 摆的东西都很重要 你所有的比如你的话呀 你的书呀 你的所有的item 所有的植物啊 当然还有你的 你要摆在那边的伴侣啊 当然更重要 因为这些东西会跟你 一直一直不停的交换讯息 没错 很多人说风水很重要 我告诉你 你家里的太太 你们家庭的气氛更重要 那是更好更好的风水 是的 应该这么说 没错 好哦 那还有啊 你为了演陈佳静 你还为你还为他设计了一种体态 哦 对 你进入角色 花了很多功夫吗 我们那时候就是 参访了这个 原型 这个原型 这个就是前幕僚 然后 我从他身上截取了 很重要的资讯 就他 他就是那样的人 热情 然后非常的开放 然后有一种力气 一直在往前 然后他有一种 他的身体姿态是很特别的 所以佳静的身体 基本上是他的身体 我直接把里面的core拿出来 然后放给我自己身上用 这个在我看来就是一个 很大的准备 对 但是不是那种大招 就像比如单车环道啊 或者是什么之类 不是那样的东西 这也是我第一次 采用这样子的方式 来做角色 我们一边透过这个剧 了解了幕僚这个职场 我们也一边透过你演这个剧 了解了演员这个职场 你要去参访那个原型 你要去他身上截取他的特点 对 填掉的方法变成是 不是真的是实体资讯 因为你实体资讯 就比如说你跟他聊天 你知道他 比如说他以前住幕僚的时候 他一天的schedule是什么 就是实体资讯 对对对 比如说 那你可以再问一些 深入的问题 比如说他对你的家庭 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对你的人生 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这也就是实体资讯 可是真正中一号的事情是 是看不见的资讯 就是你知道有 这样讲 会不会 我试试看 如果大家太无聊的话 就阻止我 就有一个东西 你知道这个身体 这个身体 如果没有你的话 他就是尸体 对 可是那个你是什么 有一个你让你一直 让那个你在里面 让这个身体活动 然后用一种方式动 然后用一种方式看 讲话 还要感知这个世界 所以那个你变得是 比较重要的东西 所以你必须要去 然后那个你的真正资讯 大部分都不是实体资讯 因为实体资讯都可以骗人 没错 所以把他讲的都不见 不见的是真的 所以你要截取的是 他里面的那个资讯 然后这也是谈恋爱的方法 谈恋爱不是用谈的 是去感知的 去感觉到这个人的 没错 所以就我觉得 其实我第一次 在那个时候 第一次开始使用 那时候我还没有完全意识到 是这个东西 只是我觉得 这应该是对的 对 所以后来慢慢慢慢 整理出这些想法来 你给了我很多感受 就好像很多女朋友 你问她说 你心情不好 女朋友就会说没有 没有啊 嘴巴是说没有 但是你会那个感觉就是有 好那你得到了没有啊 那你是那个 那你没有就好 我就不理你了 那你就完了 对 的那个人 求生欲太低 还是 你其实是愿意再贴心一点 去读 没有 我觉得你不一样 去找那个资讯 这是一个 第二个你讲到 那个你在的时候 这个身体就是身体 当你不在的时候 这个就是尸体 这解答了我的迷惑 我有一个金牛座的朋友 他买了很多本解剖的书 然后那个书里面 就是很多尸体 是 我那时候还在想 因为他是一个艺术家 然后他也不是作画 需要什么人体model 不是 去了解什么肌肉纹理 都不是 他怎么 他对于他专业的东西 很有研究 有很多的书 可是他有力 怕就是非常违和 就是跟身体有关的 解剖的各种书 OK 我现在终于知道 为什么他会对 尸体感兴趣了 没有解剖学是有趣的 真的 解剖学是有趣的 这很金牛 这很金牛 就是你们也 也正在思考 这具身体上面 到底附着了什么 使这身体动起来 对 所以 但 后来 我当然我的方向 就是 不是去仔细研究 这个身体本身 而是 我想要 研究的是 开车的那个人 开车 就是这是车子的话 身体是车子的话 开车的那个人 比较有意思 因为 你只要可以改变 开车的那个人的想法 车子就会往 不一样的方向去 大家都一直问 你跟你太太 你跟你太太 这很无聊 我想再问一个 跟太太 好 问 因为建伟哥在剧里面 被骂得很自然 现实生活中 也是比较怕太太的 这不是怕太太 没有 我觉得这不是怕太太 我们是尊重 对不起 这是你练了 俄罗斯武术之后的体会吗 修行之后 这么聪明吗 这个帮助我人生 解救我的人生 就是我们要尊重 所以不是怕 是啦 我们怎么会怕 意思是爱 爱老婆 尊重老婆 所以老婆的意见 我们都要听 可是你刚刚讲 你们是很不一样的人 对 后来知道有爱 我们还愿意在一起 那怎么样改变这个 很不一样 还是说我们就接受了 这个不一样 我们当然是要接受 自己不一样 但是还是有一点是说 我以前都觉得说 就是那个分别嘛 就是 我已经这样这样这样了 你还那样那样那样 那你到底要我怎样 怎样 就是这种 我跟你 我跟你的这个事情 可是其实在我们的情感关系 最最最好的时候 你是不会用我跟你的 因为好像不需要 对 当我们真的深深 拥抱在一起的时候 当我们或者是 或者是坐在一起 看电视 的时候 你不会说 我跟你怎么样怎么样 就是我们在那边 所以我觉得我花了很长的时间 把那个 那个自私的 骄傲的 还有对自己身份的某一种虚荣感 给去除掉 然后 然后才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对 那当然 就是那过程当然一定会很辛苦 因为你必须要一直去 挖掘自己 里面不大好的东西 然后 承认他 承认他 解决他 丢掉他 所以 建伟是一个月亮处女座的人 让大家看一看 一个月亮处女座的 泡面都可以吃得这么干净 筷子也被卫生纸插过 这好像是已经冲过水 连个渣渣都不剩 我真的是 这点是我跟太太很不一样的 太太是不会这样的 你有点夸张 你让我都自卑了起来 我刚刚也忍不住 赶快把我的筷子插 我心想 会像气阳 所以跟我生活 其实有时候会有点压力 可是这跟我家庭教育也有关系 跟我个性也有关系 所以我就喜欢 所以啊 不要骄傲 对 所以就是我后来知道 所以就 像比如像这种做家事的事情 就是我会觉得说 我都那么累了 为什么你不做一点 对 就是或者是说 我都做一千次 你会不会做一次 就是这种 你知道就是我们在分别 可是后来 我想的事情是 那 我 喜欢啊 我喜欢做一些事情 对对对 你要想 第一你喜欢 第二 你其实如果可以放着 他一定也会去 他的频率跟你不一样 是的 没错没错 就是这样子 所以后来就变得 很顺畅 就两个人生活 我就好像那个 这样潮戏一样 就是 就是潮来 该起来 该起来的时候起来 该下去的时候下去 然后就 就很舒服了 你居然有东京爱情故事 跟同班同学 是啊 东京爱情故事我也有 然后那个爱情白皮书我也有 对 才蛮稳的 我是国中的时候看 我是大学 对那时候差不多吧 对 没有差不多 你差我很多 我说这个时间差不多吧 对 建伟是我的学弟 然后你的太太 轩燕是我的学妹 对 没错 你们差几岁 我们差六岁 差七姐 哎呦 那怎么会认识 是在外面职场 对对对 是在毕业之后 他也毕业 他刚毕业 我们在外面演 一个剧团的戏 是是是 在演舞台剧的时候认识 OK 那他们两个都差我很多 已经不是七 可以算的了 我算不出来了 但是看起来不会差很多 对对 看起来像同学 第一我保养了 我也有在剑法 女生比较没有这种掉法问题 好奇怪 还是有一些女生有 还是有一些女生有 好吧 那个 我老婆擦一个 那个睫毛伸长液 超有用 有用吗 超级有用 告诉我 长长一倍 我们也 台湾买得到 我去 我带他买得到 我去问我太太 我再穿给你们 到时候我再来打听 是什么厂商 我去问他要不要置入 然后我们就可以公开了 好不好 对对对 真的 我没有夸张 就是一倍 我要 因为我以前 我太太是很短 没有办法 就弄那个假睫毛 就很麻烦 然后也不好贴 哇厉害厉害 但是你就要每天在那边 你拍成照片给我看 那个品牌 好 我会给你要 我再传给你 没关系不用今天问 因为今天建委要赶飞机 要飞去 晚上去日本 去日本 然后也是为了那个武术 对对对 因为那个老师 不是没有大会 就是一个讲席 老师在那边有讲席 然后我们都会去明古屋 然后就是训练 几天 总共十天 是一个很重大的行程 前面official的 他们主办了 大概只有三天到四天吧 四天的课程 四天还是五天的课程 忘记了 但是我之后 他在跟我这个朋友 就是这个老师 在去别的地方 然后我们会再训练 就是比较像是我们的 就是不是official的 不是official的行程 OK 没有完 一定都完啊 我们喝酒是训练的一部分 喝酒是训练的一部分 对 对啊 就是要让那个翅膀再张开来 因为有时候训练 训练 然后翅膀就萎缩了 然后喝酒 喝两杯翅膀就张开 我到现在还是不知道 这个武术是什么鬼东西 希望这个戏 能够带给大家职场上的体悟 然后我们借这个角色 访问到黄建伟 我的学弟 我们也可以看到 他对他职场的看法 以及人走到了这个年纪 大概43岁 40几 42 42 好计较 没有没有 因为43 讲43拍谁啊 好像在偷人家东西 你是1981年 所以的确是42 对哦 对 现在快要满 即将要满 快要生日了 对对对 快要生日了 你是5月几号啊 13 13号 生日快乐 我们居然只有准备泡面 很好吃耶 我很久没吃这个 我问你啊 你每一次都会把泡面吃到完吗 如果剩半碗这样你会 Every single time 真的哦 每一次 都 所以 所以如果选了大碗的 你也会吃完 勉强自己吃完 我就是会吃完 那别人不吃完 你会生气吗 不会啊 不会哦 但是比如如果是 女儿没吃完 我就帮她吃完 OK 你知道我啊 我这个非常的我 就是我明明没有那么饿 因为我之前还吃了一个馅饼 可是我看到这个大碗跟小碗呢 我就选择了大碗 然后我就一定吃不完 我已经无数次这个样子了 我觉得我上辈子可能是饿死的 然后心都比我的胃大这样子 然后所以我其实胖得有点冤枉啦 可是每一个人的个性就是这样 无所不在 就是这种 这种小小的地方可以体现我的个性 这种小小的地方可以体现你的个性 这就是角色 这就是角色 对对对 这就是角色 对 所以如果有一天你要演我 你也可以把这个角色放进去 就如果你要演一个像我这样的角色 就是一个心很大 然后什么都 可是一定吃不完 一定用不完 一定做不完 可是每一个东西我都定三份 化妆刷定三个 眼影五合 明明只有一双眼睛 擦位也擦不完 我就是这样 奇怪的人 哪一天 所以要有心理学的背景吗 你做演员 像我刚刚讲的这个人的个性 你要不要解析一下 他是一个什么个性的人 你说啊 没关系 我不会生气 我觉得要演唐老师的话 我觉得应该会蛮不容易的 因为外面看起来好像很明显 就各种表述方法 各种外面的 可是里面不是这么一回事 所以 哎呦你好烦啊 你让我想哭了 那里面就是不大好演 而且我如果可以的话 我会选择不要演 因为那个不是很舒服 不是很舒服 没有一定 somehow一定会不是很舒服 因为现在对我来说演戏不再是演戏 是我在选择一段成长的经验 所以对我来说就比较麻烦 因为像比如说家境对我来说 就是一段成长经验 就比如说 你在比如说几岁到几岁之间 你在做了一件事情 你经历了什么事情 对我来说是在经历一些事情 对 所以我要选择去经历什么事情 那我说唐老师里面那个东西 是我觉得你里面有比较复杂的东西存在 对 所以要去 如果要进来的话 会 好像进了一个黑洞 你好敏感哦 我刚刚再试试看 我刚刚就是过去了一下 对你好敏感哦 但是我们的训练 我们训练就是这样 你相当的敏感 死都不要演吗 不会啦 如果玉琳姐找我的话会演 但是等一下 怎么会选我来演你 没有没有 我想知道一个专业的演员职人 怎么面对这个角色 我觉得 我觉得会 我觉得蛮困难的 就是这个角色会非常非常 就是如果要 以唐老师做一个角色的话 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我有非常多台面上的东西 看起来好像很简单 但其实不是 完全不是这样 我很多情绪 我只能在会员区 对我的会员发学 因为我觉得会员 就是我的自己人 然后我就会 他们都很知道 我的一些状况 他们应该知道 那即使是如此 但就像你说的 里面还有很多看不见 因为我也觉得 如果我吃不下还硬要挑大碗的 然后我如果用不到 还硬要买那么多 我也觉得我这个人有一些 我自己看不见的问题 然后结果 箭尾就已经马上sense到 我不要演 这个问题我不想碰 如果我有选择的话 有啦有啦 你有选择 因为我没有胡子 对 你还要刮干净 如果这个角色要你刮胡子 我还要表白 那你那个胡子 要你刮掉你OK吗 可以啊 我其实一演完那个陈下定 我马上就接了另外一个戏 然后那个戏是完全没有胡子的 然后好像是这两天 正式预告就要上 我在里面看起来非常非常恐怖 我最近他们传的剧照给我看 跟陈下定是彻底不一样的人 哇哇哇哇哇 所以你还是留胡子好了 不是啦 不是每次替胡子都像这样 长得像这么歪心牛巴 这是角色的关系啦 好啦好啦 我本身是还蛮正面的 是 真正的 真正的剑尾 上身是巨蟹座 所以你可以看到 其实家对他很重要 然后而且 听说你自己常形容 你里面住着一个女人 这个非常非常上身巨蟹 真的你不要小看 所有上身巨蟹的男生 他们其实都有母性的一面 女性的一面 非常明显 那你那一面 我刚刚已经感受到了 你的敏感度 那还展现在生活中 喜欢待在家 也愿意照顾小孩多一点 还有呢 煮饭 你会煮饭 我喜欢煮饭 煮饭基本上是我煮 对 还有呢 然后 已经有太多婆妈跟我说 她已经搞不清楚 你跟吴康仁他们要最爱哪一个 家境让你的地位晋升的那么快 你看看 康仁了 康仁了 爱康仁了 我也爱康仁 你已经第二位了 要直逼第一位的王位了 我自己有 她不是一种很外显的东西 就是我 那个女性的部分 对 她不是一种很外显的东西 我觉得她应该比较像是阴性的东西 细腻的 对 就是我会 像比如说对我来说 看书是一件很阴性的事情 就是你看书 你就是 静下来 静下来 然后在那边看 我就是 我一直持续在看书 所以 对我来说 那个东西是 是很 是阴性的 是很 对我来说是很轻松的 很自己的 很像 看书的时候的自己 很像我自己 好的 希望大家 透过 建伟 这个本人 更感受到她的那个深度 魅力 还有一个真实的人 对自己 职人 的那种要求 你喜欢做演员 你会一辈子做演员吗 刚刚干嘛演猩猩 会 你考戏剧系的时候 是你爱这个 不是 是因为我 因为她不计数学成绩 因为我数学太烂了 OK 所以她 所以那个刚好 而且又考数科 所以 因为数科跟学科 就好像是50 50 还是60 40 它可以加分的 对对对 所以数科就去那边 乱弄一下就可以加分 所以 所以我说这个几率比较高 OK 所以我就去考那个 那作为 做了一个演员 你也爱吧 我 大一开始 我就知道我非常适合 做这件事情 就是因为你马上的表现 就比较 进入状况 进入状况 对 然后 所以我很快就在外面演戏了 但是你说 会不会一直演戏 我其实 我不知道 不确定 我不确定 但是 这是我做了 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是 就是我已经 做这件事情 做了20多年 然后我可以做得 非常非常好 所以 对我来说 我还没有看到一个终点 就是我还没有看到 终点在哪里 对我来说 可能现在还是起点 那听起来 它不是你设定的一个目标 但是你愿意顺着一个流走 是的 对 然后这个流 带着你怎么走 你也愿意接受 是的 没错 好 那听起来就是会演到死啊 没有啦 我没有在想要 然后我想 就是我们在训练的这个武术 有在想说 每一年会有一个 training season 就是我们叫school season 就是这三个月 或是四个月 都是在训练 然后我就不演戏 然后所以我花其他的时间去演戏 然后一年大概有三到四个月 等于一季再多一点的时间 都在训练 然后我 以后目标是 让这个percentage 就是变多 所以慢慢慢慢 把它这样融合在一起 对对对 就是school season 可能会变成 like two seasons 对就是 可能就会变大 然后演戏的时间去 可以越来越少 变短 对 到最后可能可以两年 才演一次 对或者什么之类的 这样哦 对 那现在是靠太太养家的意思 对我现在完全是靠太太养家的意思 你还是要收就收学费嘛 对等于是我跟老师一起弄 或者怎么样子 但是 你这是一个很大的转型耶 但是我没有说我就不演戏了 我知道我知道 但是我觉得因为 就开始往精致的方向 对那个训练对我们来说很有意义 然后很有意思 所以我们就想说那要不要多一点 哇 看样子这个人就是一个没有房贷啊 也没有什么车贷烦恼的人 没有 没有 我没有卖房子 没有 这非常金牛啦 金牛就是更想要生活的品质 对 多过于就是生活受到太多干扰 这件事 对啊 对不对 品质很重要 星座还是蛮准的 好 谢谢 谢谢建伟 谢谢建伟来跟我们做一个分享 我们更看到立体的他 然后也谢谢你们演了这个好戏 谢谢大幕做出这样的一个好戏 人选之人 立体的 你们如果看到影像都知道 你在冲杀回 立体的我 不过刚刚有一part真的很可怕 对他进入 对他灵性进入到我这边来 然后居然说他不要 不要演我这个角色 可恶 我觉得我自己已经够麻烦了 我麻烦在哪里 我一定要 到时候我要比你说出来 私底下再告诉我 太多黑暗吗 还是太多悲伤 不是黑暗 是缺乏 太多缺乏 那不是太多 是一个缺乏 一个缺乏 然后比较大 这样 可能是爱吧 I don't know I don't know 一个需要很信任 才能得到的东西 我应该没有得到 有可能 因为我没有办法信任 有可能 但这个东西 其实有很多原因 所以你比如说 做角色功课的时候 就必须要实体资讯 跟这样的资讯 要同时参考 像因为有些人是从小 这东西就已经开始缺失了 对 然后有些时候是成长以后 因为成长以后的经验缺失 越小发生的越难解决 像我就是很小的时候就发生 所以我花很长的时间 再重新给自己价值 对 我到现在也还在找 不需要花一点时间 你这样子好像医生 好像鉴定我还没有找到似的 所以我还要再加油 你自己刚刚自己说的 你说你自己还在找 但是你自己说的 刚刚他自己说的 也是吧 所以我才会一直在职场上 但当我听到建伟 他已经慢慢的 想把重心放在 他更有兴趣的事情上的时候 我就觉得建伟 应该已经有安全感了 是的 找到了 对 这就其实我们看得出来的 这一件事情就可以从你身上看出来 在我身上如果我还在想着 我的事业要做得更大 表示我还没有找到 我现在因为 但我要很感谢我太太 因为她现在刚好是她事业的上升期 那等于是我就有点 就是我就跟她讲说 那我会去做一些我自己的事情 那就是家里的经纪的交给你 因为我也努力了 宣言应该也OK吧 她当然OK 她是她超man的 是 所以这是我们俩最互补的地方 是因为她其实非常养刚 她是man 然后你是 我是就是 比较女性的 对对对 完全跟外形是反差很大的 不过没关系 戏里面已经开始往这个方向发展 太太是会尽情的 对你嫌弃骂你 但没有 她对我好的时候也是超棒的 当然当然当然 好啦 谢谢你喔 再去日本前 也愿意来上我们节目 没有没有 很好玩 很好玩 还有泡面 还有泡面 谢谢大家 我们下次见 下次见 拜拜 多访问几个人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 by bwd6